《赵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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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没有赶上 我们港越最辉煌的时代 但是我觉得它是我们 华语音乐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它有很多好的作品 也影响了我们很多 港越是影集相册吧 就是它是一个 我们大家现在已经很少去使用的那个东西 但是它是有一个经典的气质 它自身的那种形式所带来的 而且你翻阅它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故事 我觉得港月对我来讲 是我父母那辈的花样年华吧 因为我父母也很爱唱歌 我爸爸呢喜欢李克勤老师 唱李克勤老师的《红日》啊 永远就算你背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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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妈妈就唱了周辉敏的《自作乐器》 我从小听到大 所以我觉得它是经典存在的 对我而言 港月其实就是我小时候很多的记忆 成长的环境里面的BGM 然后我在一个还比较特殊的地方成长 在深圳的中英街 左边商铺是深圳的 右边商铺是香港的 他们的那个界线是在路的中间 我上学其实也在中英街里面 然后我妈妈工作的单位也是在中英街里头 因为临近我们就受到了港月的一些音乐上的影响 文化上的影响 然后其次离得近的话 其实我有小学的时候有很多同学 也都是香港人 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看到电视台 就TVB啊 动画片也是TVB播的动画片 对我来讲 港月不是什么氛围安静的 相反 它对我来讲是力量 海阔天空也好 还是尼克星导老师的红日也好 觉得哇 多么的有力量 它会让我在低谷时期 重新燃起我当下的斗志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港月是力量 港月里有很多作品是非常动人的 所以我就想要去跟随其他的前辈 去探索一下那种人话 港月拥有这么多作品 这么辉煌的舞台和时代 没有哪一点不值得骄傲的地方 只是说你可能觉得它低迷了 我们现在不是就来做这件事情吗 让大家听到过去的歌 在新的时代里面散发新的气息 《深深不息》 给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传承 作为零零鹤这一辈 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使命 我希望可以通过我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和喜欢港月 因为传承嘛有上才有下 是有前才有后对不对 所以港月在每一代人的心中 也是年轻 其实我应该也算是香港其中一位 代表新生代的歌手 然后我就是想让大家听到 一些新的港月作品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些 属于我成长年代的音乐表达 大家好 我是严明熙主持 是香港回归祖国长大的年轻人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歌 唱的还是最喜欢的港乐 它即将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 作为一个香港的年轻歌手 港乐是我们的见面礼 希望我的成年你会满意 今年25岁的我 和回归祖国25周年的香港同岁 我愿将这份热爱与温暖 在歌声中传递给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